《財資大道》 在這一節回來,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天 就是香港秘尿外科學會委員馬偉傑醫生 早安,馬醫生 早安 早安 傑知道昨天香港秘尿外科學會做了一個發佈會 講到藍星,我們開始要留意 前列先的健康 推算有六分一的五十到七十五歲的男士 有指數偏高 這個調查怎麼得出你的結果呢 是的,我們在五月下旬 在時代廣場舉辦了一個健康展覽 因為今年是香港秘尿外科學會三十五週年 當中我們為了五百零七名香港市民男士 你介乎五十四七十五歲 做了一個前列先抗原指數 PSA的快測 這個快測 十分鐘就有結果 得出的結果 在五百零七名市民裡面 是高達百分之十五 都是有前列先指數以上過高的 因為這個指數 是一個抽血的檢查 只要指數是高於四 平均值高於四 那就代表是異常 如果有異常的情況 應該怎樣去跟進呢 特別是這個結果 你們意不意外呢 這個結果呢 如果跟我們歐美國家比較呢 因為我們講的是普通的市民 即是說呢 其實他們是沒有病徵 不是說有甚麼小便困難 或者不舒服 只是一般普羅大眾的市民 都有一個 即每六個的男士 就會有一個有指數二十偏高 是高過歐美的國家的一些 一些西查的情況的 而在香港來講呢 我們見到譬如現在每一年 還是有高達三分一的新政個案 發現的時候呢 已經是屬於第四期的前列先抗 那所以呢 我們就學會覺得這個情況呢 是需要做多些前列先抗的西查 即健健康康 去到人到中年的男士 就做過一個這個叫PSA 在哪裏可以去做到的呢 即是測試 是否要醫生轉介 還是還是 即是普通身體檢查 可以包一些項目去 早些辨識自己有沒有前列先的問題呢 其實呢 現在越來越多的身體檢查的一些計劃 又或者甚至是公立的 即是政府的門診 或者是醫院 其實都可以做到 因為呢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抽血的檢查 就可以做到這個西查 我想問一下呢 PSA指數呢 異常呢 是代表呢 患癌方面呢 那個情況是高一些 以及是不是 未必一定會患上癌症呢 當中怎樣去分辨呢 是的 沒錯 因為呢 PSA這個指數呢 是一定是前列先突現抗原 即所有男士 他抽血都會驗到這個指數 而如果這個指數是偏高 即是高於4的話呢 代表呢 他患癌的風險是增加 但並不代表一定是癌症的 因為其他的情況 譬如 兩性前列先肥大 尿道發炎感染 或者曾經做過一些尿道的 前序或者手術 都可以令到這個指數變高 如果呢 指數持續上升的話呢 又應該怎樣去跟進呢 如果這個指數高的話呢 就需要運避療科專科醫生 做一個的評估 那我們呢 就可以做進一步的血液測試 又或者是做一個 磁力共振 MRI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坊間可能說 我們做一個超聲波 去看看有沒有前列腺癌 但原來發現呢 有近四成的癌症呢 在超聲波呢 是分辨不到出來的 而磁力共振呢 的準程度呢 就會攪高 可以分辨到 看看前列腺裡 有沒有一些懷疑的陰影 如果發現有懷疑陰影的話呢 我們進一步呢 就需要做一個 抽組織的檢查 來去 在前列腺 懷疑有問題的地方呢 抽取一些組織 去確診有沒有癌症 嗯 當中呢 如果真的呢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患到 指數又上升了 我們剛才說了 做磁力共振之外呢 其實還有什麼的症狀呢 是令自己會察覺到的呢 這個呢 就是呢 前列腺癌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呢 早期癌症呢 是可以全無先兆的 嗯 嗯 甚至呢 甚至呢 有一些病人呢 發現的時候呢 原來它是一些 已經是擴散了的症狀 譬如是骨痛啊 就是一些的 淋巴長大的 這些的症狀呢 令到它下肢有些 就是腫啊 嗯 嗯 而初期 因為呢 它跟良性真生 可以有一個 很近似的症狀 譬如是小便 有些的 窗信啊 排鳥困難啊 有些滴滴仔啊 但是其實很多 上年紀的男士 其實都會有 這方面的小便症狀 嗯 其實有很多人在想 家族是否有 前列腺癌的歷史呢 即是會不會有遺傳 爸爸 爺 都沒有的 那是否就不用擔心呢 現在最新發現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有家族病歷史的話 我們就更加建議 是45歲 即是說 會更年輕一點 45歲以上的男士 如果有家族病歷史 即是說 父系那邊 譬如是爸爸啦 就是阿伯啦 那邊 有父系的親屬 是要有過 患過前列腺癌的話呢 他都是屬於有家族病歷史 有家族病歷史的男士呢 患上前列腺癌的風險 當然是會高些啦 但是就算沒有家族病歷史 一些的 我們叫 口法性的前列腺癌呢 現在我們看到 都是有上升的趨勢 因為譬如在香港的 新政個案來說 過去十年 其實是上升了55% 你看回香港呢 尤其是男士方面 對於這個病的關注度 情況是怎樣呢 特別是政府方面 在宣傳或者資助方面 又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呢 其實呢 我們都見到啦 因為呢 譬如我們講 與乳癌那方面 或者大腸癌那方面 比較啦 乳癌和大腸癌呢 現在呢 政府都是有一些 就是篩查的計劃 那就去推動 這方面的教育呢 是比較高 但是相對呢 前列腺癌呢 目前呢 是沒有一個政府的抵查計劃 而很多男士呢 都是比較傾向 所謂畏則技術的 那他們去到一些比較 嚴重的情況呢 可能他們都會比較忽略一些 遠一點去看醫生 那這個可能是 男士本身那個 讀特性格問題啦 那所以呢 我們就 都見到 那個情況 從這個新定的 個案上升 和發言的時候 仍是有三分一 是屬於第四期 因為已經降散了 就不可以做一些 根治性的治療呢 這個情況呢 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 學會都很呼籲 政府呢 可以做多一些 提供一些資源 給合資解釋事物 去做一個 前列腺癌員 PSA抽脫的西茶 而同時呢 亦都增加了一些資源 去幫助 診斷這個前列腺癌的 尤其是現在政府都做了 社區健康 要做 就是社區健康 就是康健中心 那些其實就做些 前線的篩選 可以早些 見到啦 那男士就不要 避忌啦 先行不要為責技衣 前列腺癌 站在尿兜面前 自己痛苦 就不去求醫 這個就真的 要去到痛苦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嚴重 好像馬醫生這樣說 早些去篩檢 就可以安心一些 進一步去核實 是不是自己真的出現問題 好啊 今天我們跟馬醫生 先談到這裡 謝謝你 馬醫生